请翻开雅各书第三章 雅各书第三章 我们可以在这里放个书签 因为我们会引用这段经文许多次 雅各书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 第三章第一 第二节 第四节 第十节 out of the same mouth proceed blessing and cursing my brethren these things ought not to be so verse 11 十一节 十二节 can a fig tree my brethren bear olives or a grapevine bear figs thus no spring yields both salt water and fresh the half the half 然后在我小时候我常听到一句俗话说 I was always one of the smallest kids in school 我时常会被其他的同学取笑 然后甚至帮我取不同的外号 然后我常跟他们的 拥有骨头 但是你们所说的话却不能够伤害我 但这不是真的 因为人的言语是会带有收养可以恢复 收养可以恢复 然而当我们面对那些伤害我们内心 我们知道有许多人他们人活在忧郁中 他们觉得他们是没有价值的 他们的办法成大器 因为这是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所接受到伤害的话语 断断地受那些伤害性的话语再次的挫折 有一个印第安的妇人她住在一个小村庄里 然后在一个同庄里面有一个妇人她非常的讨厌她 所以她时常在背后说她的坏话 但是有一天这位妇人却明白说她误会了那一位妇人 然后她内心充满了罪恶感 所以她就到了他们部落里面最有智慧的老人那 她问这位智者说我要如何才能将我过去那些伤害的言语 从那位妇人那里取回来呢 所以这位智者对她说你回家把你家里面所有的鸡全部都杀掉 然后将所有的鸡毛通通拔起来 然后将这些拔出的鸡毛放在袋子里 然后再回到我这里来 但是在你来我的路上你必须将你刚刚所收集的这些鸡毛一步一步地撒在路上 所以她就按照这智者的吩咐做了 所以当她回到那位智者的面前 然后智者告诉她说你现在回去把所有的鸡毛再通通捡起来 然后这位妇人说这不可能啊因为风早已将那些鸡毛吹得到处都是了 然后这位智者就说你所说的那些坏话也就是如此 当你说出口了它就飞散出去了 你永远都追不回来了 你永远都追不回来了 其实我们所说的话是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世界 当我们所说的话以及我们与人的互动会持续一辈子的时间 我们所说的话可以给予人生命 也可以给予人希望 可以带给人爱 甚至可以带给人死亡 可以带给人纷争 甚至毁坏 请翻开真言十八章 真言十八章 二十一节 真言十八章二十一节 生死在舌头的泉下 喜爱他的必吃他所洁的果子 这边说到生死在舌头的泉下 一旦我们将话说出口就一言祭出四马难追了 这也就是亚哥长老提醒我们要快快的听 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所以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要先认真听 然后才慢慢的说 然后也不可能让我们的言语成为我们愤怒的果子 因为当我们在愤怒的时候 我们常会口不择言 说出不当的话语 之后我们会后悔我们所说的话 我们请翻开马太福音第十二章 马太福音第十二章 verses 36 and 37 Matthew 12 verse 36 But I say to you that for every idle word men may speak they will give account of it in the day of judgment. 37 For by your words you will be justified and by your words you will be condemned. You see, the taming of the tongue and the careful watch over our speech is so very important. So we can see that we really need to be careful. That it's so important that the Bible gives instructions concerning what comes out of our mouths. It's so important that the Bible gives instructions concerning what comes out of our mouths. James has already told us that a mature Christian is one who will be patient in times of trouble. And it's someone who will practice the truth. So now James is telling us that a mature Christian realizes that they have power in the tongue. So going back to James chapter 3 So we can measure the maturity of a Christian by the content of their speech. 因此我们可以从一个人他话语的内容来决定 这一个基督徒他的属灵领袖的程度 使徒保罗说当我是孩子的时候 我的说话像孩子 然后我的理解如同像一个孩子 我的心思如同孩子一样 但是当我长到成人之后 我就不再思想孩子的事情了 那我们来思考说神的道理来如何教导我们的言语 为什么我们要很谨慎我们的言语呢 因为我们的舌头我们的话语能够不仅影响我们个人 也会影响我们周遭的人 然后我们的话语对我们的生命有极重要的影响 你想知道你十年之后你会在哪吗 你人生的方向在十年后会是什么呢 就只要仔细聆听我们与人的对话 你现在喜欢说些什么 你最常说的话题是什么 你看 我们形成我们的言语 然后我们的言语形成我们的形成我们 我们仔细来思考 当我们说出一些话语 而我们的话语又不断地来塑造我们个人的生命 亚哥的长导说我们的舌头是非常小的 我们知道我们的口腔是个潮湿的空间 然后是非常湿滑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不小心地说错话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舌头是如此的渺小 所以我们觉得它不重要 然而我们的舌头它却有极大的力量 第三节 如果我们仔细思考第三节所谈的内容 A bit is a small piece of metal that is placed over the tongue of a horse 一个脚环是放在马口腔中的一个小金属片 这样子骑马的人就可以控制这匹马 So you've got this huge animal 2,000, 3,000 pounds 马是一个非常大的两三千 一个大动物 一个大动物 And a small person riding on his back 然后在他背上骑了 骄小的人骑在他的背上 But that small person can control the direction of that horse Just because of that little piece of metal over its tongue 然而一个都透过一个脚 都透过一个脚环 来控制一个身体财诺大的马匹 同样的我们的舌头也控制了我们人生的方向 我们的舌头会引导我们人生即将走的一个方向 A little bit of a phrase,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word can influence the toll 我们所说的一小句话或者是一小段话会影响我们一生 来比方说在一个那么大的海洋里面的一艘船 虽然这艘船有几千吨的一个分量 但然而当他在海上遇到暴风雨的时候 然后他周遭的水就不断地影响这艘船的方向 我们今天所说的话语能够带领人来相信耶稣 也能够引人离开耶稣 有些人会觉得说如果舌头会招惹这么多的问题 那我们就不要说话好了 然后有个故事说有一个人他想要成为天主教的神父 或许你们曾经听过这个故事 所以他就来到了一个修道院 然后修道院的规矩是说你在修道院三年不可以说一句话 但是呢你可以在每一年的最后一天说两个字 所以这个年轻人在年中的时候来到主教面前 主教问他说你想说什么 他说坏心 然后到了第二年 他说食物寒冷 然后到第三年主教问这个年轻人说你想说什么呢 我退出 然后这位主教就回答说我一点也不惊讶 因为你来到这三年当中你的内心不断地抱怨 我们知道我们在人生当中没有办法不说话 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如果我们说话不谨慎的话 我们可能会摧毁另外一个人的生命 在第五节雅各章来给我们另外一个比喻 来我们试想在加州有许多美丽的森林 然后到处都是高耸入天的美丽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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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2007年的时候 夏威夷的毛衣岛因为野火将整个毛衣岛的森林都烧毁了 然后生理的毁坏只是因为有一个无心的露营者 他没有仔细地照顾他的萤火 一句无心的话能够在一夜之间摧毁一个人的生命 甚至是成千上万的生命 然后人所说的闲话就如同是这个野火 它能够迅速地蔓延 并且造成无数的伤亡 有人曾经告诉我 如果耶稣教会能够以闲话的速度来传福音的话 那耶稣基督早已再来了 然后我常思想说 有多少人因为无心的话语来摧毁了他们的婚姻 或者是毁了他们的事业 或者是他们的生育 或者是别人的生育 然后摧毁了他们的教会 或者是他们的友谊 我们的舌头不仅能够掌控我们人生的方向 它舌头甚至会毁坏我们的生命 我们所拥有的 只因为我们不懂得掌握意义 舌头就好像一把火 因此我们的话语可能会对别人造成极大的伤害 第六节 雅各书三章六节 这边提到说 人的话语会是有连锁效应的 你可能无心地说出一些不想伤人的话 然而这些无心的话语却有的极大的杀伤力 是你能力所无法控制的 就如我们现在的总统候选人Romney一样 当他说出口 他就没有办法将他的话语收回 因为他是具有极大的杀伤力 他得给他个人跟是他周遭的人 可能有时我们说一句话语 我们认为它只会影响了一个人 有的时候或许我们会觉得 今天我们所说的话只会影响我们说话的对象 然而这些话语却是能够引起极大的连锁反应 比方说 丈夫在辛苦工作一天之后 他又累又饿地回到家 他在工作上面遇到许多不顺利的事 他回到家 妻子对他说晚餐还没准备好 所以他就对太太发脾气 开始骂太太 因此他的太太就生气了 然后怕他把心里面的气发泄在最大的孩子身上 然后这个大孩子突然被骂 所以心情不好就去踢他最小的弟弟 然后这个弟弟也很不高兴 所以就出去把他家的狗给踢了一下 然后这只狗呢也很不甘愿地跑去咬了油猜 硬的 硬的 然后我已经结婚44年了 然后有人会问我说 或许在座的许多丈夫也学到了同样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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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我有的时候会做 看起好像不太聪明 但是我绝对不笨 也因为如此让我们能够和睦相处 信徒分享这段话 然后之后有几位老姐妹跑来问我说 请问你刚刚说的是什么 我想跟我的丈夫分享 James says that we have to learn to manage our mouth 不但是舌头能够掌控我们人生的方向 它也能够把我们的朋友 甚至我们的事业 甚至我们的事业 请翻开以弗所书第四章 以弗所书第四章 二十九节到三十节 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 三十节 然后保罗提醒我们 当我们说话来 来伤害另外一个信徒的时候呢 我们是让神的灵担忧了 神不会使用我们那污秽的言语 因为污秽的言语没有办法造就基督的身体 请翻回雅各书第三章 第七节 第八节 就人的角度来讲 人类可以制服 驯服所有的动物 却没有办法驯服自己的舌头 然后这是很严重的事 因为我们的舌头就像毒药一样 然后甚至在希腊文 他用毒舌的毒液来形容这件事 就只要几滴毒蛇的毒液就能够取人的生命 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言语来杀人 我们可以杀害他们的品德 然后我们却没有办法来控制自己的舌头 然后只有神能够来制服我们的舌头 然后神能够制服那说恶毒话语的舌头 然后能够制服那毁坏人纷针的舌头 然后所以在说闲话跟说人坏话是不一样的 说闲话只不过是将别人的生活的一些事情 来闲话加常并没有任何的恶意 但是说人的坏话却是恶意重伤人 为的是要摧毁他人的信誉 然后要来报仇 我们的神是一个毋庸置疑非常伟大的真神 只要我们愿意神能够为我们做任何的事 但是我们必须要愿意将我们这难以驯服的舌头交给神 才能够让神来驯服我们的舌头 因为我们的言语表现出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人 因为我们的言语显露出我们的性格 它我们的言语反射出我们内在的内心深处 然后在第九节 雅各长老提出说 我们在言语上是如何的不一致 我们可以用舌头送在那为主为父 又用舌头舌头咒诅那造神形象被造的人 我们用我们的同样言语 然后我们将我们的嘴最高的功能发挥在赞美神 然后我们就离开了教会 然后我们进到车子里 然后在我们的态度上面的转变是多么让人惊讶 但在后一分钟却说 闭嘴 你不想你在说什么 是出自于同一张口 然后却在咒骂人了 然后却赌神是不好的 却赌神也包括却赌别人 你实在是一名不值 你跟你爸爸一样 我过去常常听到这些话 我过去常常听到这些话 当我们 为什么要咒诅人 为什么要咒诅人呢 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 亚哥长老 亚哥长老 十二节 十二节 我们要思考这个全缘 那我们要思考这个全缘 水果是从果树长出来的 所以我的问题不是在于我的舌头 我的问题是 因为我心里所想的嘴巴就说出来了 因为我们的嘴巴会背叛我们 说出我们内心的想法 或许我可以欺骗你 我可以假装 然而我的舌头却会背叛我 将我内心真正的想法显露出来 然后我的言语能够让众人知道 我内心的想法是什么 我们也听过人会说一些借口 有些人的借口是非常的恶毒来伤人的 然后我实在是不会说那样的话的 然后实在是不是我本性所会说出的 但这是真的吗 然后我们所说的话确实是从我们内心所发出的 因为我们的全缘没有办法一下子发出甜水来 然后一下又发出咸水来 所以在真言十八章第四节 真言十八章第四节 所以一个智慧的人他的言语就好像是活水井 因为他从他口中的话如同水 能够滋润人心 让一个即将放弃的人 能够继续努力下去 他能够为一个即将枯搞的人际关系 重新得着希望 不论是我们与我们周遭朋友的关系 或者是我们与神的关系 那这答案是什么呢 那我们这个舌头话语的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呢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心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Ezekiel 18 以西结书第十八章 以西结书十八章 三十一节 以西结书十八章三十一节 Cast away from you all the transgressions which you have committed and get yourselves a new heart and a new spirit for why should you die O house of Israel If you have a well 如果我们有一个水井 and you have a pump 然后我们有一个马达 Painting the outside of the pump doesn't make any difference if there is poison in the well 然后我们讲马达漆 装饰得很漂亮 没有办法改变 这个水井里面有毒的事实 We can change the outside external 我们能够将我们外在的样子改变 We can turn over a new leaf 然后我们可以 可以做一些不同的装饰 But what we really need is a new life 但是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新的生命 It's a fresh start 而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想法 So we need to get a new heart 然后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心 So how do we get a new heart 我们要如何来得着新心呢 We need to pray like David pray 我们要学习大卫的祷告 He said Creative me a clean heart O Lord 他说主啊求你为我造一个清洁的心 Because what is inside of me is going to come out of my mouth 因为我内心所想的 即将要在我口中所说出来 We need to ask God for help every day 如果我们要每一天 向神祈求帮助 Ssalm 141 诗篇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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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Sat a guard, O Lord, over my mouth Keep watch over the door of my lips We cannot do it by ourselves 所以这边看出说 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来 克服我们的口 即便我们个人再怎么努力 都没有办法凭借自己的力量 来驯服我们的舌头 我们的生命不断地证实这件事情 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 来控制自己的舌头 研读神的话语 读神的话语 帮忙的开始 然后当我们向神求助的时候 我们就要真的用心来查考神的道理 在熟悉电脑的人可能听过垃圾进来垃圾出去 然后不管你来到你所看到的事物就进到你 然后进到你心里的事情又从你的嘴巴说出来 所以我们要叫我们的心来充满神的话语 用正面的事情来充满我们的心 然后凡是真实的 然后我们就应当来思考它们 不要用神的话语来寻找他人的过失 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来检视自己的不足 我们用思考神的话语来不断地改进我们的灵修 来让我们与神更亲近 然后我们更不可说用来思考神的话语来寻找神的不足 我们要三思而后言 然后我们要先思考之后才说出我们要当说的话 亚哥书第一章 亚哥书一章十九节 我们的话语当中 将我们显示出是怎样的人呢 我们的话语当中将我们勾勒出是怎样的人呢 如果我们能够将我们过去一个星期所说的话 用录影带录起来 并且将这录影带来放出来的话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神他都听见了 因为我们的舌头显示出我们是怎样的人 所以我们要时常的蛮心自问 我们的话语将们带到何种境地 亚哥长老提醒我们 我们唯一能够驯服我们舌头的方法就是让神来成为我们心里的王 让我们在聚会结束之前 让我们再以两节经文来录此分享 请翻开真言十三章 二十三章第三节 请求十三章 请求母亲羡愁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 让神祈求保守我们这项信仰的功课 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天堂 我们知道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可以学习去静养的教导 但是我们也要学习去静养的教导 但是我们也要学习去静养的教导 然而我们的言语却是让我们时常在天堂 天国录像 愿我们能够将自己在我们生活当中来怀 Let us sing concluding hymn 让我们一头唱诗 492 49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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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 8 8 7 7 8